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在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 恐龙就已经在衰退了 另一方面 一些理论认为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 即使在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 一些种类的恐龙仍然行走在地球上 因此 这颗小行星可能不是恐龙最后的终结者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已经标志着终结的开始 假如这颗小行星没有撞上地球呢 古老的生态系统将继续繁荣昌盛 恐龙甚至从来没有遇到过瞬间的世界末日 因为从来没有东西对它们造成过伤害 现在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在小行星撞击后的几天 几周甚至几个月里 最大的恐龙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这场灾难摧毁了食物链 尸体型较大的恐龙没有足够的食物 小行星一次直接或渐渐地杀死了地球上四分之三的物种 这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早期哺乳动物可以生存下来 亦有证据表明 一些生物最终消失是自然的选择 的确 今天的许多生物实际上是数百万年前各种鸟类的后代 如果恐龙被允许进化数百万年的话 哺乳动物的生存恐怕将变得非常的困难 恐龙在食物链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 物种改造的机会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主要小行星从来没有杀死过恐龙 发展到今天 它们很有可能会有人类标准的大脑 显然 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 但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下的可能性 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那一天对恐龙来说是个三中 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新的开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是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